怎么回事 这里也烧了 听说 怕杀人风再伤人 傍晚时分 大王已经派内侍过来 用烟火销毁了风潮 这大多数疯子已经被烧死了 此刻 已经看不出什么了 葵伯伯为了救稷儿被杀人风围攻 伤重程度和公子荡有了一片 稷儿抱着葵伯伯痛哭 芈月看着从小如娘亲一般 陪伴自己长大的葵姑 这么难受 也很难过 她带着内侍来到了事发地 想在这里找找线索 芈月来到这里 一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意外发现 二是 她深知杀人风 先来只在深山老林中出没 没理由会出现在咸阳宫 想来案发地 看看是天灾还是人祸 总感觉此时芈月心中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猜测 只是还不能或者不敢确认 芈月来到这里是想确认一些什么 而这些事情一旦得到证实 或许宫内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情报让内侍烧毁风潮 小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杀人风不再继续伤人 而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为了掩盖什么 这件事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你秦王的城府都不太相信真的是意外 如果不是意外的话 就说明宫中有人包藏祸心 宫里有哪些人有本事做这些 秦王心中还是有数的 芈月看到被烧毁的封巢 还是有点不死心 继续上前查看 这是樊章室带着宫女过来了 这两人出现在这儿也有两个原因 一是为了证实自己和儿子的猜测 二是来 委婉提醒下芈月 如果是后者的话 从樊章室被芈月发现时的表情来看 明显一路上都是在反复纠结 丁两不知道要不要说出真相 芈月看到樊章室 两人互相打了一下招呼 芈月有些奇怪 为何樊章室会深夜出现在这里 毕竟这件事和她没有太大的关联 樊章室只是回了句 八字这么晚不也没歇息吗 两人这段对话明显就是在扯批 隐隐还有试探的意味 尤其是樊章室以她的胆量 要想告诉芈月真相还是困难了点 芈月意味深长地说 今晚只怕宫里没几个人能睡着 估计睡得最好的就是魏夫人了 她恨不能在屋里骑到公子当 伤助无药可医 直接原地去世 这样就没人能争得过公子华了 芈月也从别人那里得知杀人风的一些习性 一般都是在树林中驻嘲 鲜少听闻 会在石头缝里驻嘲的 最重要的是 杀人风平时不会主动攻击人 为何会突然对公子弹和公子祭进行攻击呢 樊章室一句 或许是别人将风潮挪过来的 点醒了芈月 也让芈月确认 她一定知道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神功相处多年 芈月还是了解樊章室的性情的 事不关己不开口 低调道 仿佛没有这个人 如果不是知道些什么 不可能深夜出现在这里 樊章室说完这句话之后表情惊慌 这话是姐姐胡乱说的 你可以别放在心上 让人看不明白 是下一世说完话后的后半 毕竟没有直接的证据 芈月与芈叔还是亲姐妹 她也害怕芈月认为 她挑拨离间去王后那打小报告 还是假装说出真相后的情况 想做那个不被卷进来 但委婉告诉芈月真相的人 芈月自言自语道 姐姐的话或许有些道理 樊章室见芈月明白了 自己话上的意思 就想着赶紧撤了 万一被王后的人看到 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行了礼准备走人的樊章室 被芈月留住了 芈月向她道谢 公子通白日的香酒珍 说自己和继儿都会记得这份恩情 可能是被这道谢 回想起了往日芈月母子 对自家儿子的照料 樊章室还是多说了一句 只是妹妹以后还是要留意 樊章室让我留意什么 留意有些人 怕自己再待下去 就把实情合藩拖出了 樊章室话说了三分 就赶紧走了 只留下芈月和疑惑的内侍 内侍和芈月都看出了 樊章室的话里有话和惶恐 芈月明白她一定是知道一些东西 而这些似是而非的话语背后 或许就是真相 芈月回到宫殿里抱着魁姑与洞窟 一顿促中场 金牌助攻守小内侍 再次捧着公子祭 白天穿的衣服上线 芈月只顾着哭 也没时间去细看 说知道了 让她放在那就行 而后小内侍的一番话 让她瞬间理性的事情的来龙俱慢 亏得魁姑救下了公子 不然恐怕受害最大的不是公子大 而是咱们公子祭呀 小内侍顶着一双诚恳的眼镜 心想我都提示到这个地步了 你快点琢磨过来呀 芈月的智商上线了 听到这话一顿 这个表情给人一种瞬间反应过来 在心里不断论证的感觉 心里有了谱 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让内侍解释给自己听 敢瞧了 这个内侍自小就在山里长大 熟知杀人风的习性 要不说 大女主就是大女主呢 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不给力的 全部都是聪明绝顶 且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的 反观王后身边都是拖后腿的 沙人风最爱追逐三种人 醉酒的人 穿心眼衣上的人 和身上有香气的人 公子荡占了一种 公子祭占了后面两种 公子荡是意外 而公子祭才本该是 沙人风今天的主要目标 小内侍直勾勾盯着芈月 我都暗示的这么明白了 你快点反应过来呀 芈月一把抓住地上的衣服 细节细节细节 芈月的手上抱起了清静 可见她内心想法被正式的愤怒伤心 慢动作似的拿起衣服闻了闻 脑海中闪过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心里那叫一个悔恨交价 抱着葵姑哭说 是自己害了她 当日的提醒 她没有放在心上 没有提防才导致今天的祸断 王后这边 更是从头哭到尾 一直没有停下来 秦王看不下去了 让宫女珊瑚把王后扶了出去 意思就是休息休息闭嘴吧 珊瑚扶着王后往外走 刚出门 王后就开始忏悔痛哭 说自己自作自受 自食其果 公子荡是在替自己受罪 是自己要害别人的孩子 才有了今天的报应 要惩罚就惩罚自己 不要让他失去自己的儿子 刘涛这一段的演技很好 哭得也够死心裂肺 不过话说回来 您能走远点 再痛哭陈述这些事情的真相吗 就这么近的距离 您真的不怕后面的秦王听到吗 嘿嘿 你说龙不龙 秦王他确实没有听到 这好像也是很多国产剧的bug 无论距离多近 只要导演不说 那我就是听不见 话题蛇圆了 米叔痛哭流涕 狂喊邵思命 惩罚自己放过公子荡 哭得这么惨 是因为杀人风在剧里 无药可异 太医和女医师联合在一起 也想不出来 啥有用的法子 那么公子荡和魁姑 能不能救回来呢 是谁将两人 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呢 于是后事如何 且听下集分享 作者的每一个视频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点赞越快 更新越快哦 请不吝点赞越来